好,哎,我们又回来了,又回来了,又滚回来了,又滚回来了,上回说那个什么锅德纲是吧,就这样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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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憋了我好几集了不让我说,你真是哎呀,忙,那个,对,对,对,说说锅德纲,说锅德纲之前,哎,我让您先猜猜我哪人,那还用钱吗,那还用钱吗,哈利还是冲,不过你这话说出来,那观众也,你一下就听说我北京人来了,是吧, 北京人,那个,就是,滚哥,天津人,这个,咱说天津人啊,咱不是说自夸,但是天津人血脉里,对向上呢,就有一种,怎么说呢,就是,都爱聊两句,对,对,对,有点好奇,虽然这个,其实很多人都知道,天津是取义之相,那这是什么来源,他还是这么回事,我,我自己理解啊,这个,这个,你自己理解, 这就是我自己理解,也是说的,看了一些东西,就是早上年间,这个,实际向上这东西是北京,北京发源,北京是发源地,然后,对,然后后,也不是宫廷,不是宫廷,就了解他了解,然后呢,后来是到了什么时候,就是说的,这个,宣统年间,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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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溥仪,他们这些人, 不是,都挪到天津去了,不是,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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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宫了吗,赶出宫以后呢,呃,就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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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是不是一老一少啊,包括这些什么,什么,什么,这个,这个,王宫大人呢,嗯,就好多,这,这,这些人,他,他,都跟着到天津去了,嗯,那你说这些义人,都跟着这些人走吗,你看这些玩意儿,不都是跟这些人走吗,那,那,所以,那刚才说,不是宫廷的, 那,但他们,我说的是取义,取义,不都是像,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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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然后,接着,接着那些人搬过来,对,那就下沉的这些艺人也跟着,他们为啥,对,你,你,不是,你想想,就是这些艺人是在这儿,你比如说像是吧,咱打说像是吧,咱打说像是来讲,你料地摊是一个层次,嗯,那有的那个,有钱人就把那个说像就叫家,家,家里去了,我记得那时候谁说过这么一个段,就说,是谁呀,反正是天津义老像的演员,挺有名的,嗯,那,到了, 那个 军阀或者那种 一老是家里说一段相声 就能买一栋楼 你说这个本来是 特别民间的一个 一个艺术 后来叫艺术吧 原来可能就是一个 其实也是艺术 什么叫艺术啊 咱就说 就是玩意儿 你手里有多少玩意儿 所以他这个就一开始 好像是上不了什么台面的 但是他们私下挺喜欢 另外一个 我觉得有一种可能性就是 相声这个东西啊 特别符合天津人的这种性格 也就是天津特别有相声这个土壤 天津人的性格就是 有话不爱直直说 拐着弯说 但我又有点不服 不服呢 我又不愿意得罪你 怎么办呢 我用一种比较幽默的方式 我既让你不难受 我说着也挺痛快 可能是这么个原因 我是这么做 天津人的性格 其实跟天津人性格有关系 那就是说 为什么要说说郭德纲呢 现在 这郭德纲啊 这个郭德纲啊 实际上前两天说 对 前两天说 跟现在说 我这观点还又有点变化 你知道吗 怎么回事呢 郭德纲这事吧 他这个 这个也不知道他们自己 传到他们自己 土地传这个话 还是江湖上留那么句话 说你 骂郭德纲 你视频就能火 所以呢 你视频就能火 你说那个德云社的 那个土地在 也不知道他们自己传的 还是外面传的 反正就这么吵过 就说 你骂郭德纲 你就能火 咱呢 看看咱这视频 能不能 打破这个 就是不骂 不骂他也火 还是骂他也不火 是吧 是说说不是 说说这个事呢 实际上是这样 前两天 出那么个事 就是说的 也不算出事吧 传言 说郭德纲这个 怎么着 这个春晚 没露面 怎么着 然后 吓了 对 然后呢 后来就这各个媒体呢 就是 就是各个自媒体 网上 大火一通的 就是挺刚 挺刚 就是支持郭德纲 这一种自媒体 当时呢 我觉得这事就挺 没法说 我就想说这事 我说你挺刚 就一味的无脑的挺刚 也不太对 结果这两天又变了 一堆杂刚的 你知道吗 我这人啊 还不是说反骨 不是说你 你非得抬杠 你挺刚 我就杂刚 你会站在不同的角度 我的意思是说什么的 你这个一个人呢 他有好有患 我们又不是身边的人 对吧 你 你分析来分析去 你只能就事 就事分析事 这个事好 这个事对 这个事不对 我觉得这挺重要 对吧 你不可能说这个人 他一不好 他全部好 对吧 说好 他就神了 全是优点 是吧 我觉得咱就 就算论事 你说郭德纲这事 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我想说就是 郭德纲 今年春晚 有一个现象 什么现象呢 就是 词要是有演员 在台上一喊爹 爹这个群众 哎 你知道吧 对 然后呢 这个台上演员 一喊老公 女演员一喊老公 底下 哎 起哄 这个 大概其 别说是从德纲社来的 但大概其 应该是最近 这几年 是从德纲社 他们有一种这种 互动吧 对对 互动 后来变成像一点文化的 对对对 要说这种互动 对对 我觉得没毛病 是吧 没毛病 因为 我说句实话 我们 中国人啊 就是从以前开始 其实跟台上的互动啊 并不像 好像国外那么开放 是吧 区分还挺低的 也有一种 也有那种 往上扔 特别是前面一排领导 你在后面来一排什么 那后面基本上就不敢动 但是也有老人年间 往台上扔 手是那种 但它究竟不是一种互动 就是说 让你融入到这个表演 所以 郭德纲 这个能把这个 观众融入到这个表演里 带进来 我觉得这事是个好事 所以咱说好的 但是不好的事 就是 你融入的这个点 不太好 你这个 咱说句实话 你这个 太损了 就是老让观众去占你便宜 或者你赚观众便宜 这个 这个 叫什么 就是讲到这个 三俗的事 你说这三俗 你说这个 这个郭德纲 一直说这个 这个 这个 他们都说相声低俗 没人说相声低俗 这是郭德纲 爱爱爱 用的一招 叫什么 替换概念 就是偷换概念 没人说 不是 不是 有 是有人说 郭德纲的相声低俗 对 不是说 大伙都说相声低俗 而且郭德纲 还爱说一事 就说 什么低俗不低俗 咱先搞笑 相声不搞笑 就太搞笑了 这句话错了吗 没错 相声是得搞笑 但你搞笑 不代表 你就可以低俗 或者说 我就不考虑 低俗的成分 或者说 我就放开了 我就不低俗 要我说啊 这事要管 郭德纲这低俗 这事还真应该管管 你知道吗 原来我是这么想的 真应该管管 为什么呢 实在是把风气带的是 不太好 不太好 造成一种什么效果呢 其实他 这个郭德纲这事吧 他这个人吧 聪明 声一口 会挑动观众情绪 你知道吗 把观众拉的跟我一拨 他告诉你 他告诉你什么 咱都别高雅 高雅都是装的 你知道吗 咱别装高雅 然后告诉你什么 高雅不是装的 孙子才是装的 叫我说 其实这样 装高雅还不错 装高雅 起码你知道 还知道有个上进的事 是吧 我还得学去 还得去看去 去欣赏去 孙子不用装 你想当孙子不容易吗 对不对 对吧 当孙子很容易的一件事 所以 郭德纲在拉着一帮人 告诉你 就好像什么呢 咱别学他嘛 他们要脸 咱别学他嘛 你看那帮人多可笑 他要脸 你知道吗 形成这么一种概念 我觉得这事挺不好的 所以 就是说 我们对郭德纲 这个表演形式 或这个方法 我觉得没问题 但是你提倡的东西 如果纯粹 从了你 为了你自己赚钱 你不把这种 社会风气考虑进去 我觉得这事不太合适 你知道吗 但这个就是说呢 你像在美国 也有特别熟的东西 但这个就 可能唯一的区别 就是那个 大家分场合 你说到点上了 分级 你说到点上了 为什么呢 分级 我们都知道 我们国内的这个 一般这个 按郭德纲讲话 就是说点电视 不让说的 也就是说 其实我们电视上讲 就是对这种审查 还是蛮严的 是吧 一般不让说的 就是基本上都是 有点这个负面的东西 不让说 基本都给你疯 疯掉 不让你说 但是 但是你别忘了 国内跟国外不一样 国外它有一个年龄等级制度 对吧 你多少 你多大 就这个笑话 或者我讲一段子 或者婚段子 我讲多大 多大能听 12能听 14能听 或者咱讲说 多大孩子 在家长辅导下 可以看 对吧 我们现在国内 现在目前讲 就是没有这种制度 为什么没有呢 因为我们不用有 我们本身就把所有 小孩不能看到 我们已经 这很好 保护儿童啊 对吧 把小孩不能看到 已经都屏蔽掉了 但是大人 都有点猎奇心嘛 关键就在这个问题上 就是 我们这个 郭德纲这位先生 他不分场所 他没有考虑到 听你一下 而且他还鼓励 不是说鼓励吧 起码他没有避讳到 说 听我向上 还有个小孩 还有个未成年 对吧 你不考虑 你不考虑一下 就是说 我作为一个传播者来讲 我是有社会责任的 你不觉得 这也是一个社会的问题吗 像比如说 咱们一些 吃饭喝酒的场合 在中国是很自然的 你的小孩就在一起 甚至让小孩喝一点 对 就是那个问题 就是 但是 但是你说 那个东西 你说是家长的问题 对不对 你说家长会控制这些东西 但是作为 你作为一个社会的传播者 你应该不应该有这种社会责任 从 我们那个 去评论来讲 或者说 你给 你说 对 你说你 德云社 钱也赚了 是吧 你 你名也出了 是吧 当然你说 我也给大家带一个 都没问题 但你有没有这样的社会责任 你 你那次 假如说 德云社 自己搞一个分级 分级制 是不是也可行 起码来讲 你说 你觉得可行吗 起码来讲 我们 我们这么说 起码来讲 我们看过很多 港剧 或者港片 或者这个 以前的港片 或者是一些节目 都会说一句话 不要跟叔叔学哦 叔叔有练过 为什么 或者旁边会打一行字 说 请勿模仿 危险动作 请勿模仿 会有这些东西 为什么会有这些东西 实际上就是一个社会责任 就是你不写这个东西 可能会被罚 对吧 那 我们反正听德云社 下来没有这些东西 我这下午有点混 14岁以下 16岁以下 别听哦 没有这个东西吧 所以你自己不主动去期分的话 然后你再还去 还去拉着一部分 去人去鼓励这个事 或者说去促进这个事 我觉得 而且我 就是你说早期的德云社吧 有很多还不错的作品 我发现在 现在的德云社 好多作品就是 除了我是你爸爸 就是你媳妇怎么样 没别的事了 你拿这个 当一个主要的东西去做 天天你听那个 你现在听的像是 你爸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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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就是你媳妇你媳妇你媳妇 就没别的事了 你知道吗 你如果说的 要拿这当一个主要的点 去宣传 我觉得这些东西该皮该割 你觉得呢 我觉得有点不一样 因为其实他这个东西 他是一个就是 就怎么说呢 他这个东西 他其实也在听这个 他这个这个像是内容 但他这个东西是带有这些 不分场合的这种 这种 就损啊 各种 关键我还是说那句话 就是 你作为一个 我现在 咱这么讲 不光你是一个说架儿的 还是你演小品的 还是你 我们做电影的 现在就绕回来了 我们这些人 我们要做出作品来 目的是为了给大家看 是吧 你没人看我们做他干嘛的 对吧 不管你是赚钱 还是不赚钱 那你给别人看的时候 你一定是有一个 传达一个信息 你一定是让别人 感受到你的信息 能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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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 获得你的 你要传达的信息 那这里边 确实就有一个责任感存在 你不能忽略这个责任感 说我只管娱乐 或者我只让你笑就完了 这就是一个概念的偷换 我是 比如说我相认的 主要目的 就是为了要搞笑 但不代表我可以舍弃 那个传达信息的责任 我觉得这个其实就还是得 真正的有这种制度去分 你比如说就 哪怕电影来说 你就是一个宣扬暴力 或者说完全是 就是不是一个有价值观的 这种东西的话 那观众也不会喜欢 就我至少就不会被 呃更多的人喜欢 可能会有一些极端的人喜欢 那但是这个东西 你不管做了什么作品出来之后 他这边有个制度给你 把你放到哪个窗口去了 对吧 但国内的问题 我们现在不说不说这 因为你现在对比的是 呃 国内国外的 这个这个制度区别 也不会 我们不对 对比这个东西 我们现在就按国内当下的 情况讲 嗯 是吧 就按国内当下的情况讲 嗯 在这种制度 就是在我们现在实行的这种 呃 管理制度情况下 那么你作为一个 面对大众的这么一个人 是吧 你是不是 有这种责任 我 我觉得这个 永远是你靠自己来自身去 去 怎么去那个的话 是不太现实的 因为每个 但你自己 你起码得有一个 有一个标准 他都有一个 比如说那他 德人社他做成这样 事实上 他就是一个商业的机构 没错 他就是一个娱乐公司 对 那他就怎么赚钱 那那 可是问题现在是这样的 现在管他了 管他了 嗯 但管 不是依反 不是 不是 是 不是 有规定 管 规定 反三俗嘛 什么叫三俗 低俗 庸俗 媚俗 是吧 这个不是通俗 不是 不是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亚俗共赏 不是这些东西 所以现在管他了 有一帮人呢 反反对管 我说实在的 反对管管这帮人 我也挺理解 为什么呢 咱说实在的 郭德纲代表了一个草根 草根形样 他能从草根奋斗起来 这个对大伙是一个 都挺有同理性 都挺喜欢的一事 是吧 嗯 他成功 对 他成功的道理 这我 我还是说 我不是 不是说 专批 郭德纲这个人 或这个事 我还是这么说 嗯 但是 你说这一块 该不该 该不该 你就说 我不管 我不管 你 现在我不管 你管的是什么 反正你管郭德纲 我就不乐意 你这个我觉得 不应该 对 没错 这个你不管怎么样 都至少会有 正反两方 在存在 然后甚至呢 我们还可以存在 就第三方 第四方 对 我现在就 我现在不是说 你管不管郭德纲 而是郭德纲的 这一块 是不是应该管 就是好像 其实这事吧 我觉得在中国 就 就 就 没法管 也不是没法管 你 要管 就是一下都管了 对 你说 不是叫没法管 他要管 你就 就肯定能管 你看啊 你看是这样 就是这个事 他这个管的这个东西 比较模糊 就是这个事 可以操作的空间 就是这个事吧 前几年出现过这么一回 你记得那时候 有一个东西 叫内涵段子 嗯 其实跟他这事 性质是差不多的 对 其实内涵段子 你说该封不该封 要我说 别说该封不该封 但管是应该要管的 为什么呢 一开始里边 有好多挺好玩的笑话 有一点呢 可能有点 粘的有一点边边的 但是 主要是为了好笑 是吧 到后来 你再看在上面 已经不是 就是 他写的东西 根本跟好笑 一点关系都没有 也不内涵 完全就是 让你往那方面联想 往色情方面联想 而且有的写的特别恶心 你知道吗 已经恶心到不行了 那你说这东西该不该管 该管 对不对 但问题是 要得有个尺度去管 所以我 所以我现在就说 说的不是尺度 说的是这部分和那部分 我不是说 呃 我也没法说 我说不支持 政府把 中国政府把内涵断的进来 我也不能这么说 但是 起码他 他其中一部分 我觉得是该管 嗯 这个问题 这个这个还是一个 就是比较复杂的问题 对 咱就 我们 我们没有能力去 所以那个 根本就没 没法去 就真的没办法 但是我们 点的就是 我们点的这个概念 就是 呃 一个是回到我们电影 就是我们 作为一个创作者 做一个信息传达者 嗯 我觉得 我们还是要有一定的责任感 传达的东西 你要负责 嗯 对 对 这个肯定是的 就是因为你毕竟 就别说 那个 你就说 哪怕你就说一个段子 写个段子 那其实要 要追 也是能追到 某个人 但在 再说到我们电影的话 每个什么credit 那是很具体的 就是谁 其实 谁编剧 谁导演 这个东西 代表了你个人 和这个 你说那个相声也是 那个时候 我记得牛群逢巩 他们出了很多相声 讽刺意味十足 是不是 也很好笑 你像那个小偷公司啊 像这个 这个领导猫哈 那个 是吧 讽刺意味十足 但你也没听里边有什么 不是 我觉得是这样哈 当年的话 大家没有一个竞争 或者说 大家的一个 一个 一个平台式 就就 大家没有的选择 也 也不是说不好 我说我承认 我小时候也听那些相声 也是特别好 但就 那个不叫市场 那个是叫做一个 就是说 比较定向的一个 传播的途径 不是这样 对 我觉得 你先听我讲完 那个不叫一个市场 如果是一个市场 自由发挥的话 发展的话 就会有人走各种方式 那这个时候 就确实要去管 那你管 这个得让 具体情况 具体情况 具体处理 对 其实我就 我特别希望的是这样 郭德纲 他可以去 走各种方式 去走 对 擦边球也好 走那种比较 他想要 都可以 我们认为的那种 他现在的 那你说 粉拱 那个 江坤 他们走 比较正派的 那个 没有 我们要 放在那个市场上 看 就是怎么去走 如果是大家都比较 认同这种 竞争的话 那也许他们也走出 一条他们的路 我还是说那个事 就是说 我还是说那事 这个东西 你说的是受众群的问题 就是说 大伙 大伙接受那个东西 但是我说 就是 不能完全就是说的 都开放给大伙 接受那个东西 因为人都有 而且我跟你讲 郭德纲这个东西 实际上 我跟你讲 是这样的 郭德纲 现在说的这些东西 都是啊 现在年轻人没听过 你要往前倒几十年 这都是老段子 也就是他把这条路 从走了一遍 对 没错 你走到最后怎么办呢 你还是走到原来那个路上 嗯 那我 一定是 那因为原来的相声 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到最后不行了 为什么 你这些老段子 听来听去 还是那样的 你知道吗 所以 我的意思是说什么的 郭德纲的 这种手法 各方面他有 还是有创新 那你 每一代都这样 你不信 你看国代 过去的项目 包括他把一些商业的 就是 运营的方面 我还说那句话 他是个好的生意人 对 他也会用手法 但是 我们不得不要承认 他这种方式 让相声 走的 我还是肯定这一点的 就是他的影响力大 影响力比以前大了 这没有问题 这是对的 这是好事 这是好事 但是 他是用的一种手法 和对 他的那个受众群体的 一种PUA 现在让 就很多观众会认为 这样就是对的 这样一点毛病都没有 一点问题都没有 但是这里边 其实是存在问题的 我觉得存在问题 就你 大家也就 该骂的骂 该捧的捧 这同时存在呗 问题是 问题是 如果每个人 都这么客观的话 或者是说没有 不 现在就是 你不管在美国 还是中国 还是有一些 所谓的脑残的 就是粉丝 这个没办法 这个没办法 对 但我们 关键我们 说这个事 还是说一个 独立思考问题 就是你愿意 今天你比如说 我愿意喜欢听 郭德纲的笑容 对 没有问题 但是你要知道 郭德纲的笑容里面 有问题 你要知道你听的是什么 对 他里面有什么问题 你要知道 就好像 说电影吧 电影票房最好的是什么 恐怖片 对 那个英雄片 对 那你说这些价值观上 会不会全都对 那不一定吧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你要去 就是我喜欢是一回事 但我思考是另外一回事 是的 是的 我给一个空间 大家去选择 这个是我希望 大伙能够能够了解一声 还有一个 咱说句实话 初一一个四十年 为什么不一部小说 郭德纲呢 郭德纲招我 招你 招我 不是招我 是招我们了 招咱们了 招咱们 这些字 为什么 这郭德纲啊 这个口口声声的 把相声捧到天上去了 是吧 告诉外面 别糟蹬我们这相声 是我们不糟蹬你相声 你可把我们电影 糟蹬的够呛 就您这讲法来讲 内行的人干内行的事 是吧 就您这电影拍的 就让我们这些搞电影的人 看完以后 现在没办法 就是你有钱 你可以拍 那电影不是你架个机器 就能拍出来的东西 它有它自己专门的业 你拿你写相声的段子的功夫 去写电影剧本 这个在二十年前 三二十年前吧 至少二十年前 已经证明这不对了 就都行不通 我们不是说电影人 没有搞好 相声人没有搞好电影的 有啊 是吧 你看那个粉拱 是吧 你看那个 我还正想说粉拱 就是粉拱算是成功的 还有一个 他算是成功 还有一个特别成功的案例 范伟 范伟他 他原来是说相声 他原来是说相声 最早是说相声 对 我不是说 我不是说你相声演员 不能搞电影 但你相声演员 要搞电影 你必须去 按电影的路子 你得抛弃 原来的东西 就是你专业的人 要干专业的事 对 你要去演 你就得让这帮 做电影的人 帮你去 把这个东西弄好 没错 对不对 这个是 那其实这个现象 还不是郭德纲的问题 整个 整个这社会 有一个 比如说相声电影 呃 综艺电影 呃 小品电影 你现在看 好多电影 跟小品段子 窜在一块一样 正在台湾 有一种 台湾就叫 综艺电影 把综艺根挪到电影 这都不是电影的手法 嗯 对 这个东西 拍出来电影 都好看不了 嗯 所以我就说那意思 还是专业的事 让专业人来 没错 没错 对 树有树有树 下回咱就好好聊聊这事 就是什么叫综艺电影 什么叫相声电影 对 什么叫小品电影 是是是 对 这个我们又聊 聊聊开了 就刚才聊回到电影 然后从这个 也确实很多 对 所以这个很多例子 非常有意思 就是说很尴尬 对 原来你知道 赵本山他演电影 也是很尴尬 为什么会烂 这个片子 就是你没有按照 电影的规矩去做 对 你按照你拍小品 拍相声的手法 写本子拍摄 是出不了 电影是镜头运动的作品 对对对 行 这个我们下回再聊 好下回下回有机会 咱们看看在镜谁一块聊 好吧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 好 谢谢 拜拜 拜拜